赛前,我们的前方记者谭玉荣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整个南京,是风力很大,这或许会对本场比赛的走势发展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。 相对来说的话,大风天打比赛,老刘,是不是澳超风格的球队会稍微占点便宜? 特别是顺风的时候,就像鲁尼那第250个进球一样。 我们看,阿德莱特连队也不敢带嘛,是排除了三人的人强。 特希拉示意队友,往里边冲,干扰守门员。 打了横凉了,再打。 对对方是赌炮眼给封出来了,但同时还有机会。 再来看一下特希拉的任意球,他并没有选择直接起咬射门,而是推一个半高的内弧线,希望形成对方门前的一片混乱。 果然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。 最近的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里面,等于是加州FC队频繁地通过自己的左边路来发起进攻,把对方右路给压回去。 对。 看这球脱手,漂亮。 特希拉,得来全部费功夫。 我们再看,对方失忆这球有阅位,但是射门一瞬间,特希拉的位置是被对方给搂着的。 这是马罗内搂着他,怎么可能阅位呢? 我们再看一下对方手面这个扑球脱手啊,从刚才这个侧方向的镜头,感觉手面的手型是很有问题的。 手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一个最基本的侧扑动作,没有把球给死死的扣住。 好玩是二号门将,马尔谷是三号门将。 这球啊,差一丁点,擦着立柱,滑着去了。 来自于罗杰·马丁内斯的射门,从哪来的呢? 又是因为七号金戴成在中场自己拖泥带水,脚底一打滑,被拉米雷斯把这个球抢掉之后,很简单一脚输送,给到了马丁内斯的脚下。 对。 左边路,特希拉16号,对个中间,拉米雷斯,射门球打拼。 左边路,特希拉这次走内线呢,还是跟之前的情况一样。 对方紧盯着他的右脚,宁可让他船,绝不让他射。 他这下呢,还真船了,想再接这个机会呢,从内部这个位置的反差。 对,阿德莱德联队很成功地把这个球转移到了左路。 边后位,看这一条转中。 门前前后两点包招。 再来看一下,左边后位跟进。 这样的话,右边后位,右边后,右边边前位都换人了。 看这球,漂亮。 阿德莱德联队。 不算。 进球被吹了无效。 21号,阿德莱德联队。 是,投球坐下来这一瞬间,阿德莱德联队是半个身位。 很微小的这样一个越位。 中西FC队的反击。 特希拉,到军区里面。 对。 漂亮。 一天要走一次外线。 好像是特希拉本场比赛第一次走的外线。 再来看一下。 很轻松地过掉了对方身材高大,但是转身缓慢的迈克格文。 而且呢,过人的时候呢,有一个像内线的假动作。 迈克格文可能就等着他这下走内线。 结果,特希拉很聪明的应变,带来一个进球。 杨小天,由于刚才呢,故意踢翻了角旗。 被黄牌警告,而对方马上借了这个机会。 在边路右脚船中,由身材高大的92号中锋881。 投球破门。 右边路,对着阿尔里希的船中。 落点很准啊。 Tip上阵的881,身高达到1米94。 又大一辣。 白队方,传到这区里面。 哇哦! 杨小天啊! 差点最后一秒闯大祸。 等着这个球,而不是第一时间赶紧把它处理掉。 还好,当时是谁?杨博宇追回来。 坐了一个滑船把这球给处理掉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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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